今天给大家去现场实判一下 在我们河南有一个农村90后的小伙子 投资不到2万块钱 搞了一个最大的商机 这个商机呢 可以说对于它的收入来说 最低的话达到1万多块钱 高会达到3到4万块钱 并且呢 它的利润也是更加的乐观 利润可以说最低的话 每天会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高会达到百分之一千都会有的 而且这个生意呢 可以说是每天基本上都是 生意都非常的爆火 还有一个最关键点 这个巨大的商机 无论是南方也好 或者是北方也好 他们的市场都是特别的庞大 话就说到这里了 肯定会有很多网友会问到 哎呦 它的利润怎么这么高啊 会达到百分之一千啊 想知道这个方法的朋友们 今天的阶级视频 你要认真耐心的看完 它是如何做到达到百分一千的利润 那一会你就知道打干了 还有视频箱的朋友您呢 如果你非常迷茫 不知道做什么为好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巨大商机 真的值得你去参考参考 大家好 这里是三龙雷哥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现场实拍的 这个走流后的小伙子到底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巨大商机呢 咱们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看看我在在现场拍摄到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呢 已经都看得出来了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照得出来它的名字 这个商机的名字 我相信视频箱的朋友您肯定能照得出来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汽车维修 提到汽车维修节快呢 我相信视频箱的朋友您呢 你是天天基本上都见到过这样的生意 只是说呢 你没有把它看在眼里边 并且呢 你有可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甚至不会这个行业 是不是朋友们 这样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理解这句话 是吧朋友们 但是信息维修的利润都是非常的高的 是吧朋友们 此外呢 提到汽车这块 相信大家都更加清楚 在以前只有城市里面可以见到汽车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 每个人的收入也提高了 那么车辆呢 小汽车呢 在农村自然而然的也增加了 甚至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有两辆车 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在咱们日常开车的时候 谁也不敢保证 谁的车不坏 谁也不敢保证 谁的车不出毛病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生意 而且呢 我今天去他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这个小伙子 他也说到了 哎呦 我这里每天忙的不得了啊 大家动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看到这些车辆呢 就是他今天用维修的一些车辆 并且呢 每天可以说 维修的也是车辆都特别特别多的啊 有的利润可以说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有的利润达到百分一千 在视频一开始也和大家说到了 怎么达到百分之一千的呢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的啊 这个利润呢 这么高啊 是如何做到的 是这么一回事啊 因为他这个维修呢 可以说维修历史 差不多有七八年的维修历史呢 在维修汽车技术 技术含量这块呢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且含量也都特别高啊 因为这样子呢 他这块也和一些保险公司也合作了 保险公司呢 提到保险公司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每个人每个车 基本上都是有保险的 是不是朋友们 提到保险结块呢 相信大家肯定还弄个摄像头出来 一旦事情也都说 出了招动事故啊 这个事情谁也不想看到 是不是朋友们 咱们投保险投了就是一个平安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呢 他这块就和保险公司合作的啊 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哈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一点 保险公司他的车辆 损坏的如果和保险公司合作情况下 每天的车辆都特别特别多 是不是朋友们啊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了 他说每天都比较累啊 有时候晚上还得加班 加班到七八点 甚至十六点啊 必须把这活干完 因为明天有客户要提车 你必须把这个车给修好 是不是朋友们 程序呢 是第一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做这个生意呢 要的就是第一种的技术 第二的就是诚信了 这点这两点都非常重要 刚刚提到这个和保险公司合作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哈 就是他的利用达到百分之一千的软因 保险公司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哈 里面呢 里面有什么猫腻啊 有什么这个想说的呢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 所以说呢 这个很明显的话题 咱们就不和大家探讨了 你知道这个利润怎么来的就行了 呃 我在他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所用的设备并不多 啊 一个轮胎 修轮胎的 另外一个其他的杂力杂物的小设备 是不是朋友们 呃 并且他这个所租的一个房子 面积并不这么大啊 还有一块呢 他在维修汽车的时候啊 虽然说换个零件 零件不贵 但是贵的是体力 人工费比较贵 是不是朋友们买 他每天呢 计算他的利润的时候 他把他个人的干活的这个钱都算进去了 比方说我一天我值个两百块钱 我一天值个三百块钱 我必须把这个算出去啊 其实这样一算的情况下呢 比方说小车 简单修一下 用不了几个钱啊 花个杯是一百多块钱的 很正常的 如果大修一下 只要花个三天时间 那三天时间 一天至少是三百块钱吧 那三天这个是一千块钱的啊 其实 维修成维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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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费用 呃 这个设备 比方说坏掉了 哪个配件坏掉了 这也是客户来收钱的 客户的这个成本费要收的 然后呢 他就会在这个设备的成价格上面 原有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钱 加个十块二十块 现在三十块 现在一百块钱啊 这又是他的利润 人工费用再加上这个设备的费用 再加这个配料配合的费用 利润可想而止 是不是朋友们 并且呢 他的技术也特别的精湛 就因为这一点利润达到这么高 每个月的收入最低的话 达到万本块钱 高会达到三到四万块钱 非常乐观吧 朋友们 以上视频呢 就简单给大家所分享的 关于在我们和呢 有一个蒙特酒力后的小伙子 搞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投资不到两万块钱 每个月的收入最低的话 达到一万块钱 高会达到三万块钱 利润达到百分之一千 百分之一千是毛利一万 朋友们 以上视频呢 就简单给大家所分享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商机 作为视频箱的朋友 您的 您觉得这个商机怎么样 是否适合你来进去操作呢